文章来源,来源,翻开历史和现实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,准确地说是一篇报文 这篇文章的展现量达到了80万,阅读量超过了10万,评论也达到5400条之多 这篇文章的核心意思很简单 那就是建议中国削减军费,要注重经济发展,要注重弥生的投入,要压缩自己的军费开支等等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有四个 一是,军事还是民生,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文章认为,军费过多的话,公共卫生、教育、基础设施等民生领域就会资金短缺 二是,医疗保障,是时候从军费中划剥资金了吗 文章中的结论是将部分军费转向医疗保障,是一个时代的必然选择 三是,教育投资是未来国家发展的关键 文章中的观点是,当前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尤其突出 文章中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将部分军费转向教育投资,尤其是农村等教育薄弱地区 四是,这篇文章认为,军费上的庞大开支给财政带来了压力,所以要减少投入 以上四个观点,或者说叫做建议,就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,核心观点 总之一句话,这篇文章认为,军费上要减少一定的开支,把钱用在更加需要的地方上去 对于这样一篇文章,广大网友们分为了精卫分明的,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和评价 一部分网友认为,这篇文章简直就是瞎说,胡说,乱说,甚至有人认为,这位作者是别有用心,是在带节奏,是在干扰和破坏国家安全等等 这部分网友普遍认为,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实力,就是军事实力,就是军事战斗力 他们还举出了很多落后就要挨打的例子,他们认为,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得再好,群众日子过得再好,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肯定是不行的 一旦发生外国入侵或者别国打来了的情况,要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实力,那么一切都没有意义了,一切都完完了 另外,一部分网友则认为,降低一点军费开支是好事情,这样可以把更多的钱用于发展经济,用于改善民生,用于发展教育等等 这部分网友还有几个不一样的观点 第一,有些人认为,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,已经是讲究国际规则和秩序的世界了 不再是一切靠拳头说话的时代了,所以军事实力的因素正在下降 第二,很多人觉得,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,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如今很多非洲国家,很多欧洲小国,他们在军事上确实是非常之落后的 可是他们也并没有挨打,相反还得到了很多援助,很多国家日子过得还非常之不错,例如冰岛 第三,有些人认为,在坚固的堡垒,在强大的军事实力,如果自己人的日子过不好的话,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例如,前苏联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他们的核弹可以毁灭地球无数次,可是最终还是从内部被瓦解了 总之一句话,有些人认为,要不断地发展军事实力,不断地增加军费开支,从而打造一个超级军事强国 有些人则认为,把日子过好,把民生照顾好,才是关键中的关键,要不然,一切都是浮云 最后,关于是否需要裁减军费开支的问题,我想说四句话 第一句,必要的军费开支还是需要的,必要的军事发展实力,还是需要的 毕竟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,确实是不行的,何况处在当下的我们,周边确实不太平 第二句,军费开支和国防建设,必须要跟自己的目标,跟自己的实力相配套才行 比如,美国的军费开支高,那是因为,他们要全球称霸,那是因为,人家经济实力强悍 我还是那句话,野心要跟实力相配套,要不然,只能是一地鸡毛了,例如,前苏联的故事 第三句,发展军事这个事情,我认为,只要有保卫自己的实力,就基本可以了,毕竟这玩意,是个永无止境的东西 一旦军费开支过高的话,毕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,例如,隔壁的曹县 第四句,我还是不说了,不写了,留给大家去说,去讨论吧 咱们评论区见分享 谢谢大家